马太福音第24章第32节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过秘方 当树枝发乱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第33节 这样你们看见自己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接着我说 也该知道 你记住 所有这些假先知 假教师 不该知道的话 你可以直戳他们是假教师 假先知 因为他们会迷惑中人 让这些人是不知道 因为他们会说 以瑞星撞地球这些银石 如果经过对我们有影响 美国太空总柱一定会告诉我们 原来美国太空总柱已经可以写到启示录作废 写到主耶稣基督的 勞加福音所说 这一定会突然临到全地的人 这又可以作废 因为原来这些事发生 我们一早就知道 甚至可能有机会避免到我们射几个核弹 上面就炸了去 每一个国家都保证这件事 但我想问你究竟这些国家 人厉害 还是这本圣经厉害 明白吗 你要记住 我们信现在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 我们的信仰 容不容许我们信他们说的东西 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知道 关于世界末日的时候 是一定跟隐石有关的 就是这个 当你看到第六印 尤其是看第七印 里面所说的每一个号 头那三个号 都全部跟隐石撞下来有关 如果人类是能够一早自然后 吹吉避空的话 那就是不用写啟述 神都要屈膝 都要向着这些美国太空总柱 对不对 但不是 你会看到在启述第八章第七节 第一位天使吹号 有博 与火 掺着血 雕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很明显 这个像所多麦和摩拉所遇到的东西 第八节第二位天使吹号 有仿佛 烧着的大身兵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船隻也有坏了三分之一 对不对 我们先看看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很明显 告诉我们 所有就主耶稣说 所有这些灾难都是忽然临到的 OK 但我不要说五十年后的科技 我先说今年的科技 今年的科技 到现时来说 很多基督徒都相信 就是我们可以相信太空总柱说的 如果有状况 五十年后 或者甚至是几百年后 有 跑总柱都知道 以现在的科技 不是说我们五十年后 再突飞慢进 五百年后 简直难以想象的 级数 简单来说 啟述就一定绝对应认不到 尤其是你会看到 有一些 很怪的 因为当我一看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说大话 就是那些所谓的电视节目 什么电视节目呢 就是那些去访问 他的节目很聰明 才会访问一些人 关于将来是否有 水星撞地球 撞地球的时候 会有什么情况 哇 他说得非常恐怖 你都没有骨悚然 你会觉得主就来到了 但接着下半段 他就直接剥削 剥夺了 甚至夺去所有圖 对圣经的信任 就是什么呢 他接着说 其实几百万年来 都不会有这些事发生 但是启述是否告诉我们 几百万年内 不会有这些事发生呢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想清楚 当我们听这段说话 然后觉得 对啊 真是我们信错了一些人 我们那时候想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不知道 在逻辑上 我们连启示录都否定了 明白吗 几百万年都不发生 那启述在说什么呢 启述在说这些事 现在其实随时发生 要么他们就说 如果它发生 我们会预早半个世纪 告诉你 以现在科学 以现在科技 不是十年后 二十年后 五十年后 或者一百年后 以现在科技 可以预早半个世纪 告诉你 那你有没有发觉 如果你上去说的话 一样我们已经完全 绝对不相信 启示录是会发生的 我们直接不相信 主耶稣所说的是真的 你有没有想过呢 所以当我一看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 很大问题 为什么在2012的时候 出了这么多 这样的纪录片呢 最初他就会说到 如果撞来很恐怖 但后来他保证你 如果会出现 我们会告诉你 所以你们不用怕 但是最有趣 无独有偶的就是 这些片名神 你自己拍的所有电影 都会告诉你 如果当这些事发生 他一面就要你保持 鎮定 但另一面 就是他们绝对 不会告诉你 其实这个就是事实 为什么我接受这个事实呢 原因就是 主耶稣是这么说的 启示录也是这么说的 《帖勒尼加钱书》也是这么说的 《帖勒尼加钱书》也是这么说的 当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难就忽然辨到 记住那段 记住记住记住 那段是讲世界末日的 《帖勒尼加钱书》第五章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状况 但是反过来 我们按这个推理 如果现在我们的科技 去到这样的程度的话 50年后 真的我们会有机会 我们可以观察到 甚至防备到这些彩星 撞地球 因为以人类的科技 突飞猛进 人类能够用的能源 能够制造出来的这些武器 是越来越能够去救护到我们 但是也是这句 所以人类还有没有一千年 还有没有一百年 使它甚至连启示录都不怕呢 《马特风》第24章第32节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过比方 当树枝发乱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第33节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神话与追相识 好永远也不必 陈足世界平地 要废去而还原 明日中有思念 我想靠你兴趣 从历世到未来 神话与永不变 谁能将你信实正正 总经千载不转变 高山沧海造变清 你始终可信未必 谁能将你最可信赖 你应许是我依靠 想扶在我引导我 燃亮我心从未变 神话与追相识 神话与追相识 都永远也不必 神足世界平地 神足世界平地 要废去而还原 明日中有思念 我想靠你的应许 从历世到未来 神话与永不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